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安忍心 慈悲心 修持安忍 不去伤害对你瞠目的人 结果就是他人 不会再进一步伤害你 彼此不照相恶业 当下你自己和对方 便能享有宁静和安乐 这就是修安忍的利益 修持安忍 能使死亡安乐而宁静 远离恐惧与忧虑 修持安忍 能禁除或抵消恶业 当你修持安忍时 你不会造恶业 也就是你不会造恶去生的因 安忍保护你免于夺恶去 和抵消恶业 找生善趣的因 修持安忍亦无量 你会发现生命中 有人不爱我们 对我们生气 是件多重要的事 因为这样 我们才能修心修安忍 所以 为了只能修心修安忍 你需要一個生氣的人 正如偉大的極天菩薩 在他的著作《入菩薩行論》中指出的 佛不會對你生氣 因此你無法依於佛而修安任 同樣的你的朋友不會對你生氣 因而也沒有機會 依於他們而修安任 所以如果沒有人生你的氣 就沒有機會 把你從佛陀和上師那邊 接受到的教法附主實修 這說明為什麼那位生氣的人 是你生命中最慈愛 珍貴不可或全的 而且比醫治癌症或艾滋病的藥 重要得多 如果你能這麼思維 就能看出那生氣的人 比那些要珍貴多少 你是否會會不會在這裡 你們想知道 看間拍攝 到你身邊 你知道你們是否會 那些還好 有什麼 有什麼 和 旋也 看待那些不爱的 对你生气的人 其意义不可思议 要与他人维持和谐的关系 留住你的朋友 你必须羞耻安忍 这样一来 你自己的生怒就不会生气 相反的 你会生气安乐 宁静安忍的心 无论其他人对你多生气 无论他人怎么抱怨 发牢骚 你的安忍心 绝不会使他们为怨地 不要再像以往 避开可能会令你生气的人 或是在内心气愤不已 应该要把那个人 视为仁慈 珍贵的 你会觉得 他正在禁除我恶业 他对我的一切危难 禁除了我曾批评 伤害他人的恶业 他以这种方式 帮我是多么人情 当你在自心相续中 根除成怒 并以安忍取代他 你周遭的人 都不会受到你的伤害 因为你的内心 已经转化为安忍 没有伤害就是安宁 往后众生从你这边获得的就只有安乐 如果你不羞耻爱人 如果你把那个生气的人 以生与意造作的行为解释为负面的 对你有害的 总之间的 或者是以你的内心 应该是他的 将这情况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并相信它 那么你自己的称怒将随之升起 贴上正面的标签会让自己觉得愉快 贴上负面的标签会给自己制造问题 因为事物贴上正面的或负面的标签 最沉重的苦难 所谓的地狱从自行而来 贴上的安乐 所谓的佛果也从自行而来 到底是什么 使我们的心创造出这些不同的标签 贴上正面标签的人经历到安乐 贴上负面标签的人经历到苦难 业力是这一切背后的力量 因为过去的业 某些人能为事物贴上正面的标签 某些人却要贴上负面的标签 根本的原因是业力 所以你会发现净除过去的恶业 且不再造许多恶业是多么重要 因此修持佛法有多么重要 因此修持佛法有多么重要 只有修持佛法才能去除或避免恶业 驱迫我们为事物贴上负面标签 从而造成自己守护 佛陀说 佛陀说 再有苦因烦恼 只拥有导致安乐的善念之道 就是调伏关照你的心 圆满生命波罗蜜 精进修行满人间 断除三毒诸烦恼 慈悲菩提大愿力 各位生命菩萨大家好 快乐从哪里来 关心别人 关心众生 那就快乐了 痛苦哪里来 只为自私想 自私 那就痛苦了 所以佛陀跟我们说 不要起贪嗔痴三毒 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 就会受苦 那要怎么办 菩提心 慈悲心 痛心 以这三种心去圆满波罗蜜 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 愿生命电视台 祝大家生命圆满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铭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渔船上的一家人 阿栋以捕鱼为生 他一天之中有大半时间是在渔船上度过的 只有到了傍晚才会靠岸回家 在船上度过的这些时间 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小皮 小皮 你又发现什么东西了吗 哎呀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只小狐狸 我们得赶快过去救他 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果然是只小狐狸 小家伙 如果不是小皮看见你 再晚一点的话 你可能就沉下去了 小皮 一旁待着 不要伤害他 小皮 给我回到船舱里去 小家伙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吃点东西吧 吃啊 小家伙 你怎么不吃呢 吃吧 不要害怕 看来他太小了 还吃不了硬的食物 来 小家伙 喝点牛奶吧 小家伙 慢慢喝 不要着急嘛 对了 我再拿些饼干 给你吃吧 小狐狸 实在太累了 他吃饱喝足后 便不顾一切的 拳击尾巴 在船板上 睡着了 小皮 不能伤害他的 这个小家伙 看起来还挺俊俏的嘛 小家伙 靠岸了 你回家去吧 小家伙 怎么了 这里不是你的家吗 小皮 你皮痒了 叫你不要一直欺负他 你都不听哦 以后他就是你的朋友 知道吗 小家伙 你的名字 就叫丹丹吧 从今天起 你和小皮一样 都是我们家的成员 就这样 小狐狸丹丹 被阿栋带回家 并且被安排 白天和小皮 一起吃饭生活 晚上再一起睡觉 渐渐的 他们竟然成为了朋友 小皮 丹丹 我们该去捕鱼了 好了 我们走了 阿栋 你现在又要出去捕鱼吗 是啊 今天天气不错 我想一定会收获不少的 阿栋 你的这只小狐狸 最近长大很多 你不会一直想养着它吧 它不愿意离开 我也只能养着它 阿栋 狐狸的家是在森林里 对于那里 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静感 你还是尽早让它回到 属于它自己的家吧 嗯 你说的有道理的 短短 你跑慢点啊 罰� 你跑那么快 干什么 哈哈 小皮 来追我 在这里 你绝对追不上我的 短短 好了 你都把我给绕晕了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进森林 就会跑那么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进森林 我就感觉像是hes 她本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一直想要发泄出来似的 是啊 丹丹是属于森林的 森林才是她真正的家 然而小狐狸丹丹 似乎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白天和小狗小皮 跟着阿栋开船捕鱼 傍晚回到岸上 尽情地玩耍 丹丹跑去哪里了 怎么回来后一直没看到她 哎呀 单单不愧是去袭击邻居家的鸭子了吧 赶快给我回家 你们这些贪嘴的家伙 大兴 赶快帮我把鸭子赶回家 这是怎么回事 别提了 今天带头鸭不知道怎么搞的 眼看就要到家了 她却把鸭群搞得一团糟 原来这样啊 我还以为是我家的丹丹 惊吓到你家的鸭子了呢 要是你家丹丹在这里的话 那就好了 你知道吗 丹丹驱赶鸭子很有一套呢 什么 丹丹会赶鸭子 太好了 丹丹来了 丹丹 你要干什么 不要伤害那只鸭子 阿栋 你不要紧张 丹丹这是在帮我赶鸭子呢 上次她就是这样做的 不过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的时候 也着实吓了我一跳 骑在带头鸭身上的丹丹 操纵着方向 用毛茸茸的尾巴拍打着鸭屁股 催着带头鸭往前跑 其他的鸭子似乎也怕被丹丹骑着 他们一无疯的跟着跑回家去了 哎呀 真没想到 丹丹竟然还会这招 当然了 这可是狐狸与生俱来的绝招 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偷鸡盗扬的 随着丹丹一天天的长大了 她狐狸的本能已经开始萌发出来 阿栋 万一有一天她身上的野性完全恢复了 那她可不能留在村子里了 是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可是她不愿意离开我 或许真的要让丹丹独自生活了 这一天 阿栋驾着船 带着小狐狸丹丹 朝曾经发现她的那片荒野的树林开去 小皮 听话 这些食物是我为丹丹准备的 丹丹 出来吃饭了 丹丹 快吃吧 丹丹 你长大了 已经能吃比较硬的食物了 吃饱后 你该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家了 丹丹 这就是发现你的地方 我想你的家就在这周围 丹丹 丹丹丹 丹丹丹 放ете 丹丹的 是属于山林的 去吧丹丹 回到属于你真正的家吧 小皮 我们走吧 小皮别叫了 丹丹不会跟我们走了 他要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家 好了 我知道你舍不得他 但是丹丹和你不一样 他属于山林的 自从丹丹离开之后 小皮显得非常失落 每天跟阿栋驾船捕鱼的时候 总会站在船头 看着远处河岸的那处山林 小皮 要不我们过去找找丹丹 丹丹 丹丹 我们给你带食物来了 快吃吧 一人一狗一狐 在此时此刻 显得非常温馨美满的啊 明天是六寨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上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霸观灾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ok 你的权 и宽 你 重温顿 神明天是得 大愿令 你 重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明天是得